宫颈癌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疾病,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患上了这种疾病,虽然宫颈癌通常大多在35岁以后发病,但是现在随着污染,以及不良卫生习惯等,宫颈癌去向了年轻化,有一种说法是性生活太频繁,会更容易患上宫颈癌,这种说法真的正确吗? 好,现在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吧,性生活频繁医患宫颈癌,作为妇科的常见疾病,今年来宫颈癌发病去向年轻化,小于30岁的宫颈癌患者又明显上升趋势,专家提醒,妇女进行第一次性生活两年后,必须进行宫颈癌的检查,并坚持做到一年一查,才能更好预防癌症入侵,统计显示, 宫颈癌并变是妇科的常见疾病,占妇科没诊的20%以上 一般而言,宫颈癌在小于30岁的已婚女轻中叫少见,发病通常在35岁以后,高峰年龄在45到49岁之间 不过,随着环境污染加上生活中的不良卫生习惯,宫颈癌去向年轻化,今年发现小于30岁的宫颈癌患者,有明显上升趋势 数据显示,小于等于35岁的女性宫颈癌发病率,亦每年2%到3的速度增长,已由上世纪70年代的十分之八,增加到80年代初的16.1十万,95%的宫颈癌和有效预防 妇女,因坚持每年一件专家介绍,已发现的宫颈癌患者中,85%的并发现没有做任何有效的检查,而95%的宫颈癌都是可以有效预防的 性生活少益的子宫疾病,美国一项研究表明,每星期有两次以上性生活的人,新免疫系统能得到强化,不易被感冒病菌等感染 而每星期性生活次数在三次以上的人,与性生活少于三次的人相比,至少显得年轻十岁 此外,性生活不规律或很少有性生活的女性,很可能会患上某些疾病 其中,最为常见的就是子宫疾病,看了上面的介绍,大家都了解了吗? 适当的频率的性生活,还有助于你的血液循环,让你减少得子宫疾病的频率哦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